2013年夏天 时任绿军总经理Danny Edge 做了一笔震惊联盟的八人大交易 他将波士顿的灵魂和领袖Kevin Garnett 以及Paul Pierce送到了布鲁克林篮网 这意味着那个三年两进冠军赛 铁血汗匠的传奇绿军正式坐骨 球队再次开始重建 波士顿先开了新篇章 昔日夺冠攻城中仅存的28岁的Rondo 扛起了绿军第15人队长的大旗 Rondo正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旗 曾扶走三巨头夺下08年总冠军 且短暂地坐上过东区第一空位的宝座 但此时双人于威命之际的Rondo 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前十四人队撕裂 Rondo直到13-14赛季的终极才成功复出 直达了30场比赛 40.3%的并重率创下了生涯新低 整个赛季下来绿军只赢了25场比赛 磨合和伤病让处于重建的豪门球队 逐渐走下神坛 但对于Rondo来说 最致命的是彼时的绿军主教练不再是Rivers 而是年仅37岁的巴特勒大学教练Stevens Stevens不同于Rivers 在这位学院派教练的战术体系中 拥有优秀投射能力的后卫更容易打出来 比如小Thomas和TerryRosier 而Rondo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球员 Rondo有着超凡绝伦的篮球智商和视野 同时兼具一手实力欠佳的远投能力 职业生涯前9年 Rondo有8个赛季 三分球命中率仅有20%出头 在以投射为主的现代篮球的风潮中 Rondo面临着无比尴尬的局面 一个是出掌NBA教编的菜鸟教练 一个是劳苦功高 且要不逊的球队冠军后卫 因为新旧理念不同 也因为身份和地位也不同 Rondo和Stevens教练之间难以磨合 两个球伤超凡的篮球天才之间 无法擦出火花 于是14-15赛季开始后两个月 下定了决心要重建的塞尔提克 在他们队史上最重要的组织后卫之一 Rondal送到了达拉斯小牛队 殊不知正是这笔交易 让Rondo这位昔日的联盟顶级空位 冠军后卫正式开启了流量生涯 职业生涯前8年 Rondo都是在波士顿安然度过 然而职业生涯后8年 Rondo先后流浪了8支球队 他在各个城市之间颠沛流离 兜兜转转 始终无法找到最终的归宿 达拉斯是他的第一站 但是却成了Rondo一生的噩梦 几乎将他毁掉 Rondo是个球场艺术家和精算家 上学的时候 他是老师眼里的数学奇才 也是玩扑克牌的大师 因为他能计算出牌的概率和出牌的次数 最著名的就是 在更衣室里的那些扑克牌比赛了 绿军体能训练师甚至称 Rondo是他见过的 玩扑克牌玩得最好的人 因此 Rondo有与生俱来的天才智商 他在球场上的传球更是神出鬼没 他可以把任何一个篮板或抄截 转化成一次快攻 并且时常能一眼洞穿 对手的战术策略 曾在绿军与Rondo搭档过的O'Neal说 Rondo非常聪明 即便是对手的战术 他也了如指掌 当对手在比赛中喊出战术代号时 Rondo就会提醒我们该怎么防 他的头脑非常灵敏 除了球伤和头脑外 巅峰时期的Rondo速度奇快 篮板嗅觉灵敏 还有185的身高 却有2米06的臂展 齐长的双臂和一双大手 让他能像吸盘一样 轻松收下大量篮板球 以至于每场第三节结束时 大家都会考虑 Rondo今晚会不会拿下大三元 在那段日子里 Rondo就是大三元的代名词 有人说 Rondo在场上宛如一个球场精灵 控球节奏极佳 展现出的创造力和速度与众不同 鬼魅的如同黑幕中 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 同时Rondo在防守端 还有野兽般的破坏力 齐长的手臂和手指 让他拥有非常出色的断球能力 他甚至曾在冠军赛中 多次断下Kobe的运球 曾两次入选过最佳防守一阵 但拥有着天才球伤 和个人能力的Rondo 同样用着疯子般的性格 Rondo的偶像是坏小子军团的领袖人物 微笑刺客Azia Thomas 08年夺冠时 Rondo是那支冠军队五人族里 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最结奥不驯 优缺点分明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 Rondo和KG代表着那支绿军 结奥的一面 性格凶猛狠辣 是球队情绪的煽动者 在这一点上 Rondo确实更像自己的偶像Thomas 甚至连同样结奥不驯的Kobe 都曾说过 Rondo是和我一样的混蛋 他了解所有的战术 他能洞察场上所有人的移动 他的思维领先场上的情况两三步 他太聪明了 Kobe如此评价Rondo 天才往往都是这样 超凡的智商和偏执般的自信 让他们难以压制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Rondo曾凭借这种天赋 取得过巨大的成就 因此他接受不了 别人对他的指责 任何人都不行 2011年冬区半决赛 夏亿提克大逼分 0比2落后于迈阿密热火 赛后 教练组通过录像 指出Rondo存在的问题 但这个举动激怒了Rondo 队友们注意到了 Rondo的怒气已经要达到极限 他的身上仿佛有一团烈火正在燃烧 队友们想安抚Rondo 却晚了一步 Rondo拿起水瓶 狠狠地砸向电视 屏幕被砸得粉碎 这一幕令主教练Rivers暴怒 对着KG吼道 把他给我扔出去 但已经完全失控的Rondo飞起一脚 将更衣室的门踢坏 后来KG回忆说 Rondo内心的怒火无法压制 是来自他对胜利的渴望 这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偏执 我曾经告诉过他 这种偏执成就了你 但你必须要掌控好 不能让偏执对你产生负面影响 从聪明到偏执 这就是Rondo 他对于比赛有着自己的理解 而当这种理解与教练的要求产生矛盾时 Rondo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 Rondo是Rondo生命中最重要的教练 Rondo一直试图维持 两人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 他给了战术决定的特权 这是三巨头都不曾有的待遇 在赛前 Rondo会向Rondo提出 他想打的几个战术 炎然一位助理教练 Rondo允许这位天才的空位 有自己的想法 允许他根据场上的形式 改变自己的战术布置 甚至允许在暂停的时候 让Rondo替他在战术板上画战术 Rondo帮了Rondo的一切 对教练权威的挑战 因为他知道Rondo是一个 有自己想法的天才球员 像这样的天才 一定要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 他才会回报你一个奇迹 就像Povic对Mano做的一样 但即便如此 两人的分歧还是越来越大 以至于当面起了冲突 但毕竟Rondo是在Rivers手下成长起来的 曾一起并肩战斗 赢下过总冠军 他们就像是一家人 争吵过后总能翻过这一页 可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达拉斯后 同样是冠军教头和战术大师的卡莱尔 显然不会把Rondo当成自己人 更不会给他任何特权 但Rondo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绿军时期的Rondo 更像是一位被Rivers和三巨头宠坏的孩子 而当这个孩子离开属于他的温室时 他的性格问题会进一步放大 成为在联盟生存的巨大障碍 2015年2月24号 Rondo被交易到小牛后的第24场比赛 在比赛的一个进攻回合中 Rondo持球推进 卡莱尔则在场边大吼着 提醒Rondo执行既定的战术 但Rondo却拒绝按照教练的要求去做 继续执行自己的比赛计划 无比奋斗的教练当即喊了暂停 随后冲进场内在Rondo耳边咆哮 Rondo也开始抱起粗口 两人在整个暂停期间一直争吵不断 人无可忍的卡莱尔教练 最终将Rondo赶出场 塞后回到更衣室 两人仍旧继续争吵 一天后 小牛队宣布对Rondo执行竞赛一场的处罚 原因是 其行为伤害了球队 后来的日子里 Rondo曾说到 在波士顿打球时 我可以根据场上的情况呼叫战术 并且还能随机应变 切换到另一个战术上 让对手防不胜防 但卡莱尔对于空位的要求 与我习惯的模式不一样 固执己见 不尊重教练 不服从指挥 不可调教 Rondo在小牛的经历 为他的职业生涯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在为小牛出场了剩余的24场比赛之后 Rondo被赶出了达拉斯 在达拉斯Zeneman的经历 给Rondo的心里留下了阴影 他告诉媒体说 在被赶出达拉斯的那个休赛期 只有两个球队曾打过电话 Rondo说 那时候我失去了热爱 感觉到了厌倦 甚至想就此退役 谁都无法否认 Rondo是一名球伤极高的天才球员 他曾是冠军球队的功勋后卫 是两次联盟助攻王 连续四年入选全明星 甚至曾坐上过东区第一空位宝座 但现在几乎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觉得Rondo自信心的打击是无比巨大的 但好在 莎加缅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5-16赛季 Rondo加盟国王队 而当时的国王球队管理 十分混乱 毫无战役 球队核心Cousins 时常游走在暴怒的边缘 难以与人相处 甚至经常做出一些 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但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下 Rondo得到了国王队的战术主导权 也因此打出了 离开绿军之后的 又一个巅峰赛季 场均35.2分钟的出场时间 砍下11.9分 六篮板 11.7助攻 外加两次抄截 与此同时 Rondo在国王的三分命中率 来到了36.5% 创了生涯新高 甚至第三次 拿下了联盟助攻王的头衔 那个赛季 Rondo获得了重生 他多次砍下 久违的大三元数据 甚至还有单场 20助攻的巅峰表演 Rondo超高的球伤 令主教练George Carr 和球队核心Cousins折服 尤其想要驯服Cousins 去投野兽更是不易 然而Rondo却做到了 在比赛当中 Rondo经常为靠着身体天赋 坐上联盟第一中锋宝座的Cousins 讲解复杂的战术 尽管后者不怎么理解 Rondo甚至曾在 一场比赛的最后时刻 让Cousins去底脚防空气 让对手的战术 已失误告终 Rondo一眼洞穿 对手战术的能力 让教练团赞叹不已 因此 Carr主帅像Ribbers一样 给了Rondo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这让Rondo非常感激 但在赛季结束 再次打出身价的Rondo 选择两年2800万 转回公牛后 Carr教练也说了这样一番话 Rondo的天赋非常棒 篮球智商很高 但这个孩子太人性 公牛的教练 必须要拿出一些时间 和他沟通 不要指望 他们在一个赛季里 都相安无事 事实证明 George Carr的话 并非威严耸听 Rondo在公牛 果然和教练出现相处问题 他和助教吵架 直接将毛巾扔在对方的脸上 同样的 公牛队由于Rondo 对球队造成的伤害 宣布将其禁赛 Rondo教练杀手的称号 再次被重提 因为出场时间的减少 Rondo的常规赛数据 再次下滑 但在季后赛中表现不俗 首轮对准东部第一的绿军 前两场 公牛队凭借着Rondo的强势表现 取得了大比分2比0的领先 这两场比赛 Rondo共计得到23分 16篮板 20助攻和7次超节 但从第三场开始 Rondo因拇指骨折 无限期休战 缺少了球队大脑的公牛 冰白如山倒 2比4被迅速淘汰 尽管Rondo在季后赛的 两场表现出色 但公牛还是在赛季结束后将Rondo裁掉 一个重要原因是 Rondo惹怒的教练组 是教练眼中难以调教的球员 17-18赛季 Rondo去了提湖 主教练Jentri是个主打开放进攻的教练 他是跑红战术的继承人 甚至Nash、Kid这类的超强空位 在球队中的作用 因此他像Rivers和Karl一样 允许Rondo掌控一切战术 而事实证明 一旦Rondo能够主控球权 在处理球上有比较大的自由度 他往往是个非常出色的球员 虽在提湖时期 场均只有26分钟的出场时间 但Rondo却能贡献 场均8.3篮板 8.2助攻的高效数据 2017年12月28号这一天 Rondo送出了职业生涯最高的25次助攻 帮助提湖大胜篮网 这是自1996年Jason Kidd以来 首次有球员单场传出25次助攻 世人知乎Rondo回来了 今后在首轮 Rondo和Holiday联手锁死了 拖荒者的头号得分手Lillard 帮助球队以下克上 横扫西区第三的波特兰 西区半决赛中 虽然不敌作用海啸组合的勇士 但无偿比赛Rondo诉出了57次助攻 系列赛第三战 单场21助攻 刷新的个人和球队 季后赛助攻记录 但Rondo在梦回波士顿同时 时代也开始迅速更迭 小球战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像Rondo一样的传统空位 正在快速失去地位 2018年夏天 昔日的绿军之子 穿上了死敌洛杉矶湖人的紫金战袍 加入了曾经跟波士顿 在东区纠缠了多年的LeBron James的战队 离开波士顿后的5年 Rondo换了5支球队 不停地颠沛流离 抹去了他从前的志气和高傲 开始变得成熟和稳重 19-20赛季 33岁的Rondo以老将底薪200万虚约胡人 甘心成为辅助LeBron和AD的角色球员 并把自己比赛的经验和对比赛的解读 传授给队内年轻球员 使胡人队上下团结一致 Rondo收敛起锋芒 不再那样自以望为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更加沉稳 也用以听从教练的战术跑位 球队独流 教练杀手的称号 也随着Rondo的一言一行 而慢慢退去 在2020年的季后赛中 Rondo成了詹姆斯 不在场时胡人队的定海神针 整个季后赛期间 Rondo替补出战16场 场均9分4.3篮板6.6助攻 是胡人队中最出色的角色球员 2020年冠军赛最后一战 Rondo全场11中8 甚至年并不擅长的三分球 也四投三中 得到19分4篮板4助攻 仅次于詹姆斯的28分 帮助胡人夺下了队史 第17座总冠军 33岁那年 天才Rondo终于卸下了 疯子的标签 完成了救赎 34岁之后 Rondo继续在流浪 他去了老鹰 快艇 骑士 甚至有一段时间 又回到了胡人 生涯末年 他的角色不再是主导局面 力挽狂澜的主力 而是年轻球员的导师 更衣师的领袖 22-23赛季 没有任何球队和他签约 一个月前 绿军邀请Rondo回到球队看看 和年轻球员一起训练 在采访中 Rondo面带笑容地 向记者说道 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建议的话 我会亲郎享受 Rondo的职业生涯堪称精彩 他是绿军队史第15人队长 但却在绿军和胡人 两家世丑豪门 都已下过总冠军 半生安逸 半生漂泊 Rondo在安逸中塑造了尖牙和棱角 却在漂泊中 用时光将那些棱角磨平 他曾被外界成做天才 也曾是人们口中的疯子 可抛开那些争议 忘记曾经的恨念 Rondo早已是传奇 那件绿色的9号球衣 依旧是波士顿球迷心中 最美好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